大家要去什么 一届桃色风波 脸环爆 不管是名医洪浩云传出劈腿 或是美女医师蔡佳芬跟老公的家务事 三个医生全在脸书PO文 不少经典名剧都引发热议 被网友点评堪称经典的洪浩云 PO文说 我的心无论如何太孤单 让平日貌似潇洒的我陷入了别人的温柔乡 我竟然一时失手了 让你对我疯狂的追目着是我的错 我的心太软 无法拒绝你的眼泪 明明是自己感情hold不住 写得好像很身不由己 自己讲太潇洒 没有人会自己讲吧 把妹的文章 而美女医师蔡佳芬也爆出婚外情 她在脸书PO文四千多次回籍 先说老公是如此的俊俏挺拔 散发迷人智慧 为她竟脑痴迷 也为情斗初开的孤独灵魂 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接着又述说两个情便 心重重追悠地面 成了粉碎的玻璃 网友点评说 蔡医师不会是早年作文的比赛高手 文字流唱有音唱歌词之感 老公也在脸说喊话 说好想跟法官说 我有多爱你 你都不屑一顾 讥讽我的爱不值钱 网友神回说 希望连载顺利啊 太戏剧化了 这根本是超剧本还是什么的 超剧本 这太夸张了 不觉得人家在写文章吧 三位医师都在脸书PO文 蔡佳芬说陈克诚俊俏挺拔 洪昊云则说自己貌似潇洒 但两人的潇洒跟俊俏 一般人好像不太懂 还好 没有潇洒 她形容她潇洒的定义 但她是有点太过自信 一届桃色风波脸环抱 当事人忙着在脸书自清 精准洗脸的用字潜词 也让人见识到 高学历的医生 叫算感情是闹上台面 文笔之生动 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就让乔佩如高雄的 中天电视 全身制作强党大戏 美好年代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